冷卖一小时 是个家庭式炒烟 我發覺有些都還未開 但我發覺原來這隻蜆是有兩條刃帶的 兩條刃帶是很快的開出來的 其實它已經是熟了 你再炒的時候要它自己彈開的話 要這兩條刃帶熟到斷 一熟到斷 其實就過火了 所以我們就立刻拿出來撕開 自己用手撕開它 因為它一開一點熱水一進去的話 它已經是很快熟了 來吧 又燒熊一隻鑊 先爆香些乾蔥和蒜 然後再倒一些豆豉 爆香它 最後把醬汁炸進去 其實最重要是拌一些味道 嘩 OK 看到嗎 這個爆了殼不重要 看到蜆肉多滿嗎 好 完成了 好 完成了 發現 真的很重要 這個蜆裡面有兩條刃帶 如果我純粹靠煮水 煮到它真的要爆開口的話 已經是過熟了 剛才我們就分幾個小時 就立刻拿出來 有些都開了少許的蜆 但不是完全抹開 我們就用手把它撕開 因為它兩條刃帶還是很緊 然後炒的過程當中 那些味道才能放進去 如果你單純靠就這樣炒 等它抹開口的話 到它當時已經熟了 熟到過火了 而且那些味道都還沒放進去 所以用手來打開它就最棒了 以這一隻來算 還搞笑 還撿了一隻蟹仔 一隻蟹仔在蜆裡面 加菜